神话故事 妈祖 第十七章 海神丰厚 关于香港名字的来历,有很多种不同的传说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只有两种 而这两种传说,又与妈祖有关 第一种传说,认为 香港的名字产生于五百多年的明朝 那时候,香港已经是个转运货物的转口商费 不过那时候并没有现在那么繁华 转运货物更不像现在那么多 仅仅转运香港附近出产的一种土产香料 这是一种盛产于广东东莞一带的植物性香料 东莞一带有一种叫古物香的树 人们只要将这种树的脑根挖出来 取出它的汁液之后 使它凝固成松香一样的快藏物就可以了 这种香料以东莞一带的产品是最好的 所以又叫做管香 管香既可以用来分制高级医料 亦都可以用作高档燃香 深受外商欢迎 成交量是十分可观的 不过由于品种单一 它的交易市场和转运港的规模都不是很大 而当时的九龙半岛 香港及其附近的大小岛序 全部都隶属于东莞 产于东莞一带的香料 几乎全部都集中在港岛南端的石牌湾成交转运 现在的九龙尖沙咀 当时就叫做香布头 从东莞来的香料 首先要经过香布头 再运到石牌湾 去转卖给来自海内外的香料商人 用大眼船运到各地去销售 因为石牌湾成了重要的专门转运香料的港口 所以先前的石牌湾 就被人称为香港 又叫做香港仔 在香港附近 还留下了香港村、香港围等等的地名 尽管现在广义的香港 已经包括了从九龙半岛到深圳河以南的整个新界铜尼岛 但是这个广义的香港名字的由来 却是因为先前这里曾留下了香港仔、香港村、香港围等等古老的地名 这是关于香港名字的第一种传说 另外还有一种古老的传说 相传在北宋太宗皇帝当政期间 也就是在那艘从薇州出发的徐姓渔民的渔船 驶向台湾的同市 全州也有一个叫林长盛的商人 带领全家坐在同一艘船上向香港的石牌湾出发 也不知道在海上漂流了多少天 终于到了离九龙半岛没多远的大鹏湾一带 林长盛见木的港化要到了 好开心 没想到这个时候老天爷却翻起了大风 林长盛见世不妙 马上斩断了围杆 并且和他的儿子一起 协助船到大全速向九龙半岛滑去 试图赶在台风中心到来之前靠岸 他们洗尽了浑身解数 仍然未能遇怨 当他们到达现在的佛堂门附近的海域的时候 那艘船还被大风牵翻了 幸好离岸已经没多远了 已经和海水打交道的林长盛一家 基本上都懂游泳 所以没多久大人都先后爬上岸 唯独林长盛的两个孙下落不明 林长盛的两个孙一个八岁一个九岁 虽然都懂些水性 但毕竟年龄尚小 又是在这种狂风大浪当中翻船落水的 所以 林长盛和他的儿子 媳妇 都以为这两个孙必死无疑 但又过了没多久 林长盛的两个孙 却双双飘浮到九龙岛上 原来 在风浪大作的时候 林长盛的媳妇见情况不妙 就将两个儿子带到船尾尊供船神的圣堂仓内 对他们说 你们就坐在这里不要怕 有船神妈祖保佑你们 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在翻船的时候 这两个儿子 因为一个人抱着孙祖神像 一个抱着目质神位 而伤伤得救 林长盛认为是孙祖保佑 一家三代才大难不死 就出资在九龙佛堂 收了一个孙祖庙 这就是香港最古老的孙祖庙天后宫 两个年幼的小孩 能够在风暴当中得以生还 早被当地百姓视为奇迹 隔了没多久 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奇迹 在孙祖庙落成的第二年春天 从海上飘来一个红色的同乡路 停留在孙祖庙前 很久都不肯离去 大家认为 这个肯定是孙祖显灵 于是 他们就将那个红香炉 放在附近的一座山顶上 供奉起来 这座山 后来就被人们称为 红香炉山 当这里成为渔港和湘港 人们又将这里称为 红香炉港 而香港 就是红香炉港的简称 由于 孙祖在香港显灵 创造了很多奇迹 所以几乎每艘渔船上 都供奉着一尊船神孙祖 而双船起航前 和到港之后 更是将到孙祖庙里面 进香囚臣 作为头等大事来办 所以 香港的孙祖庙 越见越多 崇拜孙祖的人 也越来越多 尽管这两种 关于香港名字的传说 内容也不一样 但也和孙祖有着 物不可分的关系 关于香港之名 来源于香料转运之说 可能是最真实的了 如果当我们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 为自己又多了一份见识 而感到高兴的话 这个故事当中的男主人翁 保生大帝 却因为千里眼、顺风耳 和香港两个字的来历 正好证实了他自作多情 证实他倒戏离开孙祖之举 实属荒唐之极 而感到心情沮丧 保生大帝虽然每年都有两次机会 和孙祖见面 但每次见面 都是止醉有情 不提恩怨的 他因为自感内疚 而不敢再提草妈祖为妻的事了 保生大帝不提 妈祖也不可能提的 所以 保生大帝 和林麦良之间 一直保持着那种 纯精神爱恋的特殊关系 这种既激励人又折磨人 既充满了甜蜜又心藏着痛苦 更付遥遥无期的奇妙恋爱 对于保生大帝的保生事业和精神 是有所促进呢? 或是有所损伤呢? 真是难下断言啊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 保生大帝在精神生活上 一直是既充实又忙碌的 既甜蜜又痛苦 既急不可耐 又小心谨慎 保生大帝是这样 妈祖也不例外 有趣的是 妈祖不但对自己的爱情婚姻极为慎重 而且从来不过问凡奸男女的爱情婚姻 一千多年来 几乎求妈祖保佑什么都有 但从来没有人求妈祖保佑她们谈情说爱 自北宋到现在 妈祖几乎各种各样的角色都充当过 但从来没有充当过月老或媒人 那为什么妈祖不愿充当媒人或月老这个角色呢? 难道她知道社会上有人讥笑媒人 是戴着笑面披着合法外衣的人饭子? 要是因为妈祖知道爱情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 是一个既偷不来又抢不来亦买不来 但有时却是可以骗来的东西吗? 为了防止因为错牵红线而使年轻人相当受骗 所以妈祖就不做那种自认为没有把握的事了 这样做的结果 既可以避免因为不懂装懂而无事出错 或者出现那种好心扮坏事的尴尬局面 又可以使自己能够集中主要精力 将本职范围内的事情做好 妈祖是神也是人 她同样有七情六欲 同样懂得尊重男女之间 特别是自己心上人的感情 尽管吴本一直没有向麦良提出结婚的请求 但情人的心灵是相通的 吴本的眼神不止一次告诉麦良 她霸不得尽快和麦良结成百年之好 麦良就认为 还是再等一等再说 等到她重新威劣先班满了四百天 或者是她和吴本相识相戀满了一年之后 如果吴本仍然是有心无胆不敢开口 那自己一定会主动提出来和吴本成亲 时间就是这样过去 眼看着上届的四百天 凡间的四百年马上就要到了 没想到就在过了三百九十九年 即是明朝永乐三年 公元一四零五年的时候 又发生了件震惊世界的大事 使得妈祖没时间顾及个人的婚姻 只好再次推迟婚旗 那我们又来讲讲这件大事了 经过唐朝、宋朝、元朝三个朝代 历时七百五十多年的不断发展 到了明代中国的海运业 已经进入空前繁荣的阶段 阮阳航行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并且在永乐年间有了郑和七下西洋 这个世界远程航海史上的空前创举 由于郑和小智三宝 是明成祖朱棣手下的一名太监 所以人们又称他为三宝太监下西洋 郑和本姓马 小字三宝 是昆阳人 他是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人 明初入宫做宦官 因从燕王朱棣起兵而赐郑省 朱棣攻占南京 夺取皇位之后 郑和任内宫太监 郑和的祖父、父亲都是伊斯兰教的信徒 并且先后到过伊斯兰教的圣地墨家 所以郑和从世就对外洋情况有所了解了 在永乐年间 明成祖接受了三宝太监 关于加强和西洋各国联系 扩大经济文化交流 以便增强国力的建议 在永乐三年 也即是公元1405年 派郑和为特使 宦官王景宏为副使 述水手官兵二万七千八百多人 乘保船六十二手远航西洋 也就是加里、曼丹到非洲之间的海洋 他们从当时苏州的刘家港 也即是现在的江苏太苍苑东面的刘河镇出发 经越南南部的占城 再经爪哇、蘇门答立、石南等地 然后经印度西岸返航 在永乐五年返回 这就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 往返历时两年那么长的时间 之后郑和又在永乐五年至七年 永乐七年至九年 永乐十一年至十三年 永乐十五年至十七年 永乐十九年至二十年 先后五次出海远航 因为明成祖在永乐二十二年 即是公元1424年驾崩而中断七年后 郑和又在孙德五年 即是公元1431年最后一次出海远航 郑和七次下西洋 前后历时二十八年 这个不但导致孙祖的分歧 又推迟了一个月 引出了很多神奇 而且鲜为人知的故事 郑和和他所率领的官兵 盛楚的木船是特别大的 其中最大的一手 有148米长、60米闊 可以容纳一千多人 郑和七下西洋的创举能获得圆满成功 除了造船技术先进、水手训练有数之外 用郑和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在海上 呂得天妃娘娘 妈祖的神显玲婴 郑和尊妈祖为天妃 是因为早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时候 妈祖已经被元祭祖 封妈祖为天妃 最早称她为南海神女 宋高宗又封南海神女为 宋福灵魏超应夫人 据记载 宋光宗虽然在公元1192年 因为妈祖解救旱灾有力 而封她为妃 但未封天妃 而是封她为灵魏妃 而且费了一番周折才下止斥风 究竟费了什么周折呢? 我们下一集再说